不好意思 误会 好 走吧 从来 你给我回来 不赖我 我不干了 你快要打人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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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家都骗子 下手不重 你打我打你 给我守住每个厨房 站住 孟小姐 好久不见 这又回医院上班了 给我带走 走 走 去看消息台 是 看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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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急诊 急诊 嗯 人 小椅 小椅 小荣 看着他们 是 快 看他 小龙 小龙 我电话 快 上车 走走走走 快 哥 胖儿下 狙击手 陆妹姐 香兰和陈小姐她们呢 小荣她们可能没事 香兰 被汐水都好给抓了 你也会把她们继续 走走走走 那我快要看她 她们了 你也会把她们抓到 那我记得了 这都拿到了 赵兵才 你还可以把她们拥了 你会把她们抓到 那我把她们拥了 你拥了 我拥了 你拥了 你拥了 我拥了 你拥了 我拥了 我说你们都等什么呢 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呀 就你一个人着急吗 我们大家伙都不急吗 可孟祥兰被关进了76号 能这么轻易救出来吗 那 我当初也被关进76号过 你们不也把我救出来了吗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是日本人没有准备 那就再想办法 小飞 你冷静点 我冷静得了吗 行了 你们不去救是吧 我去救 三哥 带上青帮兄弟去76号 赵飞 少爷 少爷 你冷静点 还是听高先生和陆小姐的吧 你说什么三哥 你现在也不听我的是吗 行 我自己去 等等 喂 是 你同意了高先生 你自己去送死 没人拦着你 可这枪是我的 行 没枪我也行 少爷 来 赵飞 别担心 别在这儿跟着 她不会出事的 要干什么 晚了 晚了 一切都晚了 什么晚了 你先冷静点 别看着我 我对不起 对不起党国对我的培养 你以为为党国尽忠了 就一了百了了吗 好 那你就开枪 别逼我 开枪 你别逼我 高雅 没人逼你 开枪 开枪 我给赵飞的枪 没有子弹 老认财 说吧 你哪对不起党国了 我受不了他们折磨 我交代了 交代什么了 他们已经拿到了那份绝灭财 另外还有一份军统 秘密联系的名单 他妈这个软骨头 你还有脸活着 还给我装模作样 不用你自己死 脑子现在是逼了你 等等 这里边有问题 你仔细想想 如果日本人 已经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还如此严密地看守他呢 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了解了一下 这种密码箱 是美国军方的最新产品 他上面的密码锁 是由十位数字和六位字母组成的 而且数字和字母的密码 是随机变化的 即便是上次锁住这把锁的人 也要通过密码锁目前的状态 经过计算才可以打开 什么意思 就是说 目前可以打开这个密码箱的人 只有张运才 如果张运才把密码告诉我们 我们也打不开吗 打不开 您看到了 这个密码箱上 装了一块表 随着时间的变化 里面的密码也在随机变化 只有上次锁住这把锁的人 使用原始密码 并且经过复杂的推算之后 才可以打开它 好 美国的科技虽然先进 但是我们也有不少破译密码的高手 可以让他们来试一试 这太冒险了 这种密码箱里 装有一个自毁装置 如果密码连续三次输错的话 里面的资料 就会自动销毁 你能肯定吗 没有你 日本人就打不开那个箱子 没有绝对的事情 箱子在日本人手里 就像头上悬把剑 一旦他们打开了 你知道要死多少人吗 我想起来了 那个和小雅伯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她拎着一个皮箱 对 我也看见了 那个皮箱 黄颜色的 就是那个箱子 那里面 就是密码盒子 他们本来想让你 帮他们打开那个箱子 没想到你被我们救出来 如果我们不救你 日本人现在已经得逞了 朱美云说得对 我们就不应该这么费事 应该直接把你杀了 要不然我们的人 也不会被七十六号抓走 那也没用 那个叫王群的见过孟小姐 不抓她抓谁啊 你倒在这幸灾乐祸的 我说的是实话 小荣 你今天在医院看到的那个七十六号特务 是谁啊 她不是特务 她是日本人 叫小野 是我的初恋男友 怪不得 你的京都口言就是跟她学的 嗯 罕见 说什么呢 停掉 今天要不是小荣替我们掩护 你那种情况 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地把张先生给救出来 啊 孟小姐 别来回呀 这个地儿 你不是第一次来了 故地重游这感觉怎么样啊 你说你就是一个护士 就应该去治病救人 怎么叫学好啊 做个肩负所指一丑万年的汉奸 你说什么 亲手 你亲手都不如 亲手还知道自己祖宗是谁呢 你知道吗 中国怎么就你这样的人 不要了 你知道你现在 在什么地方吗 七十六号 你知道你做人吗 老虎灯 姑奶奶我六岁就开始练功 老虎灯我还真不大 好吗 谢谢 谢谢你提醒 我忘了 孟小姐从小就练功 这个老虎灯对别人有用 可对你没用 所以我现在 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好吗 你这样干吗 你个手拿开 你干吗 你干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你干吗你给我亲手 你给我亲手 黄主任 你等我回来 乖乖的 他来了 行 我们让我过去 你等我 我等会儿回来 等会儿 就叫我 我 拿来 拿来 拿去 拿来 拿去 拿来 来 喂 师傅 师傅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人救出来了 可箱子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那个箱子太重要了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你要想办法 利用一切可以应用的关系 把箱子给夺回来 是 还有 张运才掌握着军统的密码 不要让他和共产党走了太近 师傅 现在不是合作期间吗 合作也要注意分寸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把张运才抢回来 就信潘的所说 张运才很可能在青帮赵天龙的家里 我总是一支突击队把它抢回来 这不行 赵天龙的家在公共租界属于美国人管辖 现在我们跟美国人的关系非常微妙 另外赵天龙弟子众多 刺美小队也在 一旦突袭不成功 后果很严重 小野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办法倒是有 可是需要些时间 我担心野长梦多 潘云先生 你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你们不是要把张运才从高阳那抢回来吗 我有办法 潘云先生 你真是个人物啊 什么缝你都能往里钻哪 进来 来 高先生 坐 今儿怎么这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 不是垫念念吗 刚买的 小刀酥 知道你爱吃小点心 念念我 那晚上不来白天来 这一个军筒一个交际花 不是找着陆美姐给我们俩做思想教育吗 其实啊 我们军筒和交际花配合得最默契 话是这么说 可是你高先生看上的是俄罗斯的交际花 我这种本土的 你也看不上啊 说吧 什么事啊 是有点事 是 不过呢 把打好意思讲 您高先生可不是吞吞吐吐吐的人呢 今儿这是怎么了 舌头 让猫给叼走了 那我这话直说 说吧 那个小野 是你的初恋男友 提他干什么 就这么回事 您也知道 你的前男友 现在是VG观的红人 那个密码箱对我们金筒 是很重要的 为了能够完成任务 我想请陈小姐 行了 不用说了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接近小野 帮你们套取情报 拿回那个盒子 对对对 陈小姐希望你深明大义 对不起 我做不到 陈小姐 算我求你 务必替我完成这个任务 你看 小点心都吃了 要不 我再给你打副金镯子 还有 你想吃西餐 看电影 买新衣服 都可以 我们军统全都答应 高先生 别的什么事都行 只有这件事 我真的帮不了你 请便吧 这个主意的确不错 可以采纳 这一回 您准备 要多少金条啊 你是老主顾了 这回我要十根金条 好 成交 你和小野军好好地配合 把事情做好 不过 这一次没有定金 是臣之后 一起付给你 那好 都变先生 那我去办了 嗯 你去吧 这个人靠得住吗 靠不住 不过 靠得住的中国人 怎么会给我们做事呢 他是我见过的 最爱钱的中国人 其实 明码标价 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你的办法 可以执行 让秋子去做 我们分两步走 这样 成功的几率 会大一些 是 陆梅 怎么了 有件事情 得找你帮忙 什么事 我想让陈小荣接近小野 这样 我们就能拿到第一手材料 尽快地把密码箱找回来 那你自己和他说呗 我说了 他不同意 这种思想工作 是你的特长 你一跟他说 他肯定答应 其实这个问题 我早就想过了 如果小荣 能够成功地接近小野 就一定会对我们以后的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这个问题 涉及到他的个人情感 我觉得有点不合适 我也觉得不合适 可个人情感 和民族存亡 能相提并论吗 就像我们国共两党 打了这么多年 不是照样合作吗 还有你和我 我们谁没有隐藏个人情感 好吧 我去试试看 不过有一个前提 我们不能命名他 该怎么做 由他自己决定 没问题 高阳转身离去的背影 使陆梅又回想起了自己 当年英勇就义的未婚夫 夏丰 怎么样啊刘老板 你这里的东西 大德是赝品 不值什么钱 那你能给多少 这个数 成 李芳希 明儿一卷准送到你府上 那就这样 我告辞了 慢走 这是要搬家呀 这些个破烂啊 留着没用 省着占地方 卖了 阿四 这姬老爷子可走了没几天 你就开始折腾他东西了 潘先生 这不年不节的 怎么有工夫上我这儿来呀 我到你这儿来 自然是有事找你 什么事 说 你们先下去 我跟潘先生说点事 潘先生 请坐 说吧 什么事 我来 是给你指条财路 潘先生 你可别再提财路俩字 怎么了 怎么了 和老爷子说有财路 怎么着 这老爷子死了吧 和虎哥说也有财路 这虎哥命也没了 可到现在 别说钱了 连个门我都没看见 我是穷 可是我也有气贱 说实话 您的钱我还真不敢花 气贱 不瞒你说 金老爷子留下的这些东西 还真都是好东西 就这么被你撒瓜俩嫂子给卖了 你还跟我说气贱 那也比没了命强啊 臣子恰的呀 你自己看 不 真的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两根金条 好 来人 把这些东西都摆好 该放哪儿放哪儿 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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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枪哪行了吧 我啊 怎么了 赵公子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求我 我能帮你什么呀 你能不能帮我把祥岚揪出来 赵公子 咱们现在是别动队 一切都要听上级的命令 不能擅自行动 这么说你就是不帮我了呗 我就奇了怪了 你们这帮人怎么就这么没有感情啊 香兰不是你们姐妹是吗 你们就这么见死不救啊 赵公子 香兰的事情 我相信陆美姐一定有她自己的打算 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志的 你别太心急了 我不心急 她不才被抓进去一整天吗 擦你的枪吧 好了 陆美姐 你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我知道 这次任务牵扯到你个人的情感 会让你很为难 要是平时 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但现在不一样 情况很紧急 香兰被他们抓了 随时都会有危险 晓荣 我只是希望 你能不能从大局考虑 陆美姐 这件事情就算我去了 我也帮不上忙 赵少爷 您可难得下我们这小馆子啊 平日里可都是您家老爷子来的 我爹能来我就不能来是吗 哪儿的话 少爷 您还要点什么 太无所谓 我今天就想喝点酒 您平时喝的那斧头白蓝地 我们这小店可没有 今天不喝那个 给我上杨明烧酒就行 喝烧酒 那叫可大着了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让你上你就上 来 原来 您烧走 您的酒 慢用 我跟小野 是在上海念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我念的是音乐专业 他主修中文 我们俩刚刚确定恋爱关系不久 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 中日关系变得很紧张 我那时候想带他回家 见见我的父亲 不行 我不同意 你嫁给谁都行 就是不能嫁给日本人 爸 我很爱他 除了他 我谁也不嫁 爸 爸我求你了吧 你不用求我 你求那些在东北三省 被他们奴役的中国人吧 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 和我们私人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爸 我求你了 叔叔 我从不参与仗志 现在不会 以后更不会 拜托你了 你大了 我管不了你了 没过多久 上海的局势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他开始早出晚归 行动也变得很神秘 写什么呢 还不睡 最近公司的事情再忙了 这点忙不过来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一个人睡不着 我告诉你啊 女孩子不能老熬夜 你看我 黑眼圈都熬熬了 是不是 快 睡去吧 你也早点睡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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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死了 父亲的产业也大部分毁于战火 我在这个世界上 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把小野当成我唯一的依靠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了他的秘密 原来日本军方 在策划一二八事变之前 就安插了很多日本间谍在上海 为他们做行动前的准备 小野也在其中 小荣 这是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小荣 你应该清楚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 为帝国服务 是我们家族的信条 更是我个人的荣誉 你的信条 你的荣誉 就是杀害无辜的老百姓吗 就是杀害像我父亲一样的人 你父亲的死真的是个意外 不是意外 如果你们日本人好好地待在自己家里 我的父亲怎么会死 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放弃了很多东西 都忘了吗 我更忘不了 我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 你利用我 你这混蛋 混蛋 小荣 小荣 我真的很爱你 我在家里人 不会同意我和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但是那日语说得很好 没有人能听出来你是一个中国人 我帮你改一个日本人的身份 这样我们结婚 大家都不会反对了 你中文也很好 大家也听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你为什么不改一个中国身份呢 你教过我一句中国的古话 加鸡随鸡 加鸡随鸡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嫁给了一只狼 从那以后 我就离开他了 再也没有见过他 从九一八到现在 你们有八年没见了 是啊 八年了 从前我就不了解他 现在 我更不了解他 如果我去接近他 只会把这件事情搞砸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一样 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们那儿有一个杂货铺是日本人开的 他的名字叫佐藤 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在他那买东西 他都迎来送王点头哈耀的 邻居都叫他好好先生 一二八事片爆发以后 他马上翻了脸 比军人还凶残 连十岁的孩子都杀 那个孩子的父母 每天路过杂货铺 都会和他打招呼 这就是日本人 想要用情感的方式去套取情报 根本行不通 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 陆美姐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小荣 今天让我看到了一个 与平时不一样的你 其实我什么都懂 只不过这些年遇到这么多事 见过这么多男人 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罢了 你好好休息吧 想来的事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谢谢你笑容 慢走 好 我是小野 请您放心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一有情况我立刻向您汇报 好 谁呀 放开我 你干什么你们 放开我 知道我谁吗 我赵飞 放开我 放开我 赵公子 那个时候我跟你要点水喝 你怎么也舍不得给我 你看我多大方 想喝多少给你多少 我这有多事 你要是想杀我 你就赶紧动手 别那么多废话 你是胆大了 还是酒还没醒呢 吴老四 你也是青帮人 你竟然帮着这个王八蛋 你有话让我爹知道 我爹整死你吗 你爹想整死我呀 他一样整死我 那你爹翻脸是早早稳稳的事 要是没你爹 我至于过得这么穷吗 这回好了 抓着你 我就银子花了 好啊 那你就拿我去找我爹换钱花呀 你这不太好吧 你这不把我当了绑票子了吗 赵公子 这回不用惊动你爹大家 你就可以帮我们把事情处理好 只要你肯帮我的忙 我马上放了你 我能帮你什么忙 这次我把你请过来 主要是希望 你帮我把你们家里的张运才弄出来 只要你答应帮我这个忙 我马上放你走 我要是答应你 你马上就放了我们 当然 行 那我答应你 来 快点给我送马 赵公子 你是真送 可你把我想得太傻了 我可以放你走 但是我要等一个电话 你接过这个电话之后 我马上放你走 小小军 人被你带来了 你先下去吧 孟小姐 孟小姐 我非常喜欢你们中国的京剧艺术 比如双目蓝从军吧 通过它 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态度 你们中国的男人 总是喜欢躲在女人的背后 等待着救赎 我个人认为 女人真的不应该参加到战争一来 战争本来就和女人没有关系 女人和战争无关吗 你们在南京 杀害和强暴了多少女人 你们用屠刀对付了多少 手无寸田的女人和孩子 这就是你们大和民族的男人 是你们把女人当成战争的牺牲品 还不是女人起来反抗吗 孟小姐 你的话题太沉重了 我们说点轻松的吧 给你的朋友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吧 休想 请问小姐坐下 老小姐 你长得很漂亮 可我滚远一点 你不是我喜欢的内心 可是你身边这些人 对你很感兴趣 好 可爱 对你 快都会不是我 你快跑一下 好 我就想找你 你去我 那头是我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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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 你的家在北平 如果我把孟小姐 没有穿衣服的照片 蹬在北平报纸的头条上 你的亲戚 朋友 还有你的好姐妹们 看到以后会是什么反应 孟小姐 你一定会成为 嫁与护晓的人 你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北平无形的条王 做你们想做的 一定要把孟小姐拍得漂亮一点 放开 放开